中超,恒大完胜华夏,紧随上岗,四位宝吉不容乐观,泰达绝平亚太北京时间10月6日,2018中超第二十五轮,河北华夏幸福主场领导三不敌广州恒大,第二分钟告临破门,第五十九分钟阿兰破门,第六十二分钟于汉超破门,近期的恒大夺得三连胜,将同上岗的差距在时缩小到一分, 华夏以8胜8平8腹肌32分,排在联赛第七位,目前球队已经争夺押冠资格,无望保及无忧,基本处于无欲无球的态势,恒大以16胜3平5腹肌51分排再次起,落后领头仰上岗四分,面临着沉重的夺冠压力,此番意识不容有失,目标全取三分继续紧追上岗,第二分钟塔利斯卡在中圈湖附近常传, 阿兰大禁区前头球摆住,快速插上的高林大力打门得手,恒大以1比0领先,第三分钟塔利斯卡将脚球主拔到禁区内,阿兰迎球怒射不走运,的打在球门力柱上,第十三分钟高林左路传中,于汉超投球攻门被门将化解,紧接着防守球员踢出解雷, 第21分钟塔利斯卡进区外直接一脚大力轰门,但却未能形成任何威胁,皮球直接打了一脚高射炮远离球门,第28分钟卡埃比即将形成单刀时, 曾成冲出禁区用手抱住皮球,他也因此被出示黄牌,华夏赢得任意球,拉维奇大门踢在人墙上,江之鹏也跟上打门踢飞,第三十五分钟拉维奇进区外大力轰射,却打在冯霄亭的身上出了底线, 第42分钟塔利斯卡在街道抱里尼奥的庙传,大力抽射被扬成挡出,紧接着塔利斯卡再度得到皮球,但门前却无人包抄到位,第50分钟华夏获得脚球,江之鹏将皮球主拔到禁区内,却被防守球员奋力破坏解围,第55分钟拉维奇在大禁区前受到严密盯防的情况下,仍然强行打门,却将球直接射偏, 第59分钟张林鹏左路输送威胁传中,阿兰轻松率开防守球员形成单刀,冷静挑射建功,恒大以2比0扩大场上的优势,第62分钟阿兰左路将皮球输送到门前,于汉超也形成单刀球,随后他在同门将一对一的过程之中推射破门,恒大以3-0遥遥领先,第64分钟华夏获得前场任意球, 拉维奇主罚到禁区内,金洋洋甩投攻门却不走运的点在了衡量上,没能帮助华夏追回一分,曾成也因扑就磕到了立柱上,幸好须经一场仍能坚持比赛,第78分钟告林妙传到禁区内, 塔利斯卡在越位的位置将球打进,但随后被判罚无效,进球2分钟告林49分钟,阿兰62分钟于汉超黄牌,28分钟曾乘36分钟邓寒门换人46分钟,21张成林换23,邓寒门73分钟,16黄博文换5张林鹏77分钟,31 徐天元换25卡白比85分钟,18冯刚换15,王秋名86分钟,4徐新换29告林和北华夏信府4-4-2门将,19阳城,后卫,2 赵明健,4,金阳阳,6罗森文,21江志鹏,中场,14马斯切拉诺,15王秋名,22拉维奇,37高华泽,U23,前锋,25卡埃比,9董学生广州恒大4-4-2门将,19层城,后卫,23邓寒门U23,5张林鹏,6冯萧平,35李徐鹏,中场, 9保利尼奥,10政治,20余汉超,24塔利斯侠,前锋,7阿兰,29告林